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线上615 呈现最完美演出 慈云市愿意在孔子诞成的时候办这样的活动 大家都知道我们小时候一定要念孔子的所有书 论语各式各样的 现在社会改变很多 怎么样把孔子的言论还是可以用新的方式 让每一个人知道人意 性意 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 我们村市每年都举办祭孔大典 感谢那个安诺国小校长 还有那个学生来跳那个615 表演615 还有感谢我们那个副市长 还有我们的议长 还有各位党官 各位贵宾来参与 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然后因为就是一般人不太能尝试这种体验 然后我们今天是那个教师节 然后我们能够当尊师重道 今天刚好是教师节 很高兴能够带孩子们来 等于是做一个很好的615的祭祀 那希望在尊师重道这件事情 我做学生的活 要永远记住老师对我们的好 现场吸引不少家长官礼 包括议长同志伟 民政处长张渊祥 教育处副处长徐燕丽等多位 学校校长老师都到场官礼 看到孩子参加祭孔相当骄傲 从民国78年开始 每年都祭孔大典 那我们的小朋友可以 邀请很多小朋友来参加 那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传统文化 然后教育的意义跟背景 在暑假之前我们就有在排练的 然后其实就是用课语的时间 利用他们的时间 然后其实天气很热 小朋友我说都会站 就是有点不耐 就是不耐热这样子 对那些就他们其实很心动 其实今天刚好在教室节这一天 又是9月28这一天 其实小朋友就是有这个方面可以表演 其实很感兴 谢谢 谢谢 陈云市也特别发放智慧膏 分送给家长和孩子 希望学生增长智慧 学业进步 很感恩每一年 陈云市都这样举办 我是第二年来参加了 希望藉由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了解智慎先师 在我们心中还是有一定的地位 它还是影响着我们 但是他的言论 必须与时俱进的做一些更改 928教师节 陈云市发扬尊师重道精神 藉由典礼 延续文化传承之外 也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 致上最诚挚的祝福 记者黄绍铭 集中报导